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是在2005年的11月 我所在的索家村国际艺 被政府强行拆掉 我用这个作品来表达我的抗议 也想用这件作品来引起 更多的人对艺术家生存状态 以及艺术创作自由的关注 同时我这个系列的开始 也注定了它抗议 反思以及毫不妥协的精神 我在化妆的时候 借用了举机手的化妆方法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以及发现敌人 像他一样 抗议这个系列作品做完以后 我开始追问我的命运 为什么有如此遭遇 我发现不光我一个人 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和我一样的困惑 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 是关于计划声誉 依法选举 以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这件作品的题目叫下岗 下岗是一个中国语境的词汇 它是指离开工作岗位 是指中国在由计划经济 往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失去工作岗位的这些人 从1998年到2000年两年期间 在中国失去工作的这些人 就有2137万人 照片中的六个人 就是下岗职工 我把他们消失在 他们曾经工作 生活了一辈子的 废弃的车间里面 后面的墙上写着 文革时期的标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来找这六个人 参与我的作品 我们在照片中 看了只有六个人 但其实在这儿隐藏的 是所有有下岗经历的这些人 他们只是被隐形了 这件作品叫直播间 今年春天 我在巴黎的各展 正好有机会 在法国电视三台 的新闻直播间 拍一件作品 我挑选了当天发生的 这些新闻图片 一张是关于中东战争 另外一张是关于 法国民众的市民游行 我发现任何文化 都有它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件作品是我和法国艺术家 JR的合作 我把JR消失到我的眼睛里面 但是JR的所有作品里面 的模特的眼睛都特别大 其实我做这个动作 是想让我的眼睛更大一点 可是没办法 眼睛还是那么小 这件作品是关于 911的一些回忆 这是在哈德信河旁边 听话的航空母舰 坑西沙夫的涂鸦 这是在意大利的 威尼斯 因为全球的温度升高 很明显上涨 有消息称 威尼斯将在 未来的几些年内消失 这是意大利的 庞培古城 这是罗马的布尔盖塞美术馆 我在拍新作品的时候 我会更加注重思想的表达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消失 我消失的这儿会引起人们 什么样的思考 这件作品的题目叫 方便面 这个是叫 Instant Noodles 从2012年的8月 在中国超市里 各大知名的 桶装方便面品牌的 背包装里 都发现了有害的荧光粉 这些荧光粉甚至可以致癌 我为了拍这件作品 我又买了大量的 这个桶装方便面 在我的工作室里 做成超市的样子 然后我的任务就是 站在那儿 尽量不动 摆好相机的位置 然后配合我的助手 把我身体后面 挡住的一些颜色和形状 在我身体前面 画出来 如果背景简单的话 我一般要站 三到四个小时 像这件作品 背景比较复杂 我一般需要提前三到四天 就开始准备 我身上这件衣服 就是拍这件作品 是完成的 没有任何电脑的痕迹 这件作品是关于 中国的文化记忆 还有这种 这是关于中国的食品安全 不安全的食品 可以危害人的身体 然后泛滥的杂志 可以迷惑人的心智 接下来的几件作品 都是我在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 我把自己消失在 不同文字的杂志里 我觉得 在艺术作品中 艺术家的态度最重要 艺术作品 如果想打动别人 不仅仅是它的技巧 同样是它的思考 和生命挣扎 而一次次的生命挣扎 就会成为艺术作品 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 再次的生命挣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